政府官员贪腐丑闻再传出一单 这次涉案的竟然是曾经指控前雪州大臣丹斯里卡利汇选 而遭冻结党籍的前公正党家谱区国议员马尼卡 马尼卡涉嫌收受承包商3万令吉的汇款而在昨天漏网 当局更怀疑这位前议员还骗取残障人士的公积金 目前反贪务委员会已经申请严扣证明前人民代议师 反贪会消息人士指出 他们是在昨天下午3点 逮捕涉案的公正党刮拉雪兰儿区部主席马尼卡 当局怀疑他涉嫌收受承包商3万令吉的贿赂 以便取得60万令吉的大马道路档案系统工程 消息来源透露他们是在调查4个月后才决定逮捕马尼卡 实际上当局早在马尼卡在2008年成为议员时就开档调查 当时怀疑他欺诈数名残障人士超过6万令吉的公积金存款 反贪会调查主任拿督阿战巴基证实马尼卡落网的消息 不过拒绝透露详情 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指出 公正党高层将尽快会晤马尼卡 听取他的解释 另外沙亚南地方法庭今天判处一名移民局官员 坐牢一个星期和罚款6000令吉 控状指出去年3月24号32岁的被告莫阿莫法医者 在沙亚南雪州发展机构三楼释放三名非法外劳 进而取得4000令吉的会金 依而抵触刑事法典165条文 法官阿斯马蒂采定被告罪名成立 判处坐牢一个星期和6000令吉的罚金 静悲详